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许波 中共上个星期高调纪念 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 一百周年的名单 引起中国海内外的广泛解读和猜疑 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高掌门人王沪宁 给予华国锋重新定位般的评价 称颂他粉碎四人帮 挽救了党 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但是只字不提 他提出的与四人帮气味相投的两个凡事 以及为何在与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权斗中 失败以后一直默默无闻 观察人士敏锐发现 当局对华国锋 这位充满争议的中共前领导人的选择性称颂呢 其实呢 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 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否定 是回归毛时代的重要一步 那么中共为什么 这个时候打出华国锋牌 习近平要传递什么样的政治讯息 中国还会有既往开来的改革开放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习近平高调纪念华国锋 邓小平情何以堪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 一位是政治学博士 独立时评人吴强 吴博士 你好 许博士你好 另外一位呢 是政治学博士 独立时评人 顾维群 顾博士 你好 许博先生好 华国锋回来了 这是最近几天呢 中国政坛和海内外舆论界的一个广泛议论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诧异呢 因为这位充满争议的 前中共领导人呢 一直是默默无闻 现在高调返回 人们自然要问个为什么 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 您怎么看中共 现在纪念这个 华国锋一百周年名诞 以及王沪宁 对这个华国锋的近乎平反式 或者重新定位式的这样一个评价呢 其实华国锋在过去几年 在党内已经悄悄回来了 并不是二十号 这个王沪宁主持的这个百年名单纪念会上才正式的回来 那当然这是这个政治回来 是跟今年的党建一百年的这个政治学习 跟一百年的各种政治动员是相关的 我们看到对他的这个纪念谈话是2月20号做出 第二天 习就亲自主持了关于党史观 关于党史教育的动员会 那么纪念华国锋实际上是跟纪念党的一百周年 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华国锋是一百年 那么党也是一百年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挑选他 某种意义上讲是把他作为党建一百年的一个吉祥物来看待的 当然这吉祥物 在党的历史上那么多总书记身上可能只能挑他了 其他再也挑不出来 他无法纪念陈独秀 无法纪念秦邦县 张文天 向中发 王明 当然毛是七大担任的总书记 追到党第一把手之后 那么纪念他当然是随时在纪念 这不成问题 但是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党总书记 以及现在还活着的江湖等人 都没办法纪念 所以选择他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党建一百周年所谓党史观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吉祥物 那么我们再看王沪宁对他的论述方面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讲 对他的这种中国式的春秋笔法 当然是一种联共部党史式的这样一种 这个引去了很多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问题 然后在赞扬他想赞扬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在为所谓的党史观做一个范本 做一个典型的一个教育 那么他是从县委书记最后变成党的总书记 变成国家主席 那么他的这么一个一生 我们待会要谈到他的政治品质 那么他所经历的49年之后的中共的历史上的很多的黑暗 很多的政治运动以及他的这种上升 对跟邓路线的这种冲突 那么都是这次对他的这些褒奖并不谈的东西 那么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对他的纪念就像中国古代的分界王朝 对一个逝去的一个先帝的一种封号 甚至可以把他 我相信民间很快就会有这个 华中公诸如此类的一个一个分号出来 跟所谓毛太祖这样的一种分号相并列了 所以对他的纪念 实际上在打开这个党的这个100周年纪念 已经为未来20大来树立习的绝对权威做准备 把他作为一个标准范本 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 要学习的一个榜样来看待 来纪念他 那么而且是跟党史教育联系在一起 那么纪念他是要选择一位 中共党的领袖的样本或者是标本 那么这位领袖人物是充满争议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那么下面我们会详细讨论到他的争议问题 我们看到王沪宁的这个讲话 是回顾了华国锋的生平 歌颂他在危急关头 挽救了中共 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 称颂他对党无限忠诚的个人品德 以及一大堆排比句 我们看到叫我们纪念华国锋 就要学习他 一大堆排比句引出来的 这个超规格的这样一个评价 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美国的顾维群博士 这个华国锋呢 他在中共党史上呢 刚才我们说到 是一位极有争议性的人物 有评论就指出 说王沪宁的评价背后呢 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歌颂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种评价是对的 实际上呢 在这个从80年代初 在华国锋下台之后 华国锋正式当前 也就是两年多的时光 那么在这个世界三中全会以后 他就等于是十全就被邓小平拿过去了 然后呢形式上呢 他做了也只是四年左右 七六年十月到八一年六月份 正像邓小平说的 华国锋不代表一代 他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而且还有一点呢 这个华国锋很有意思的 很多听众 甚至国内的官员都不了解的 但是深就是资深的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呢 他们告诉我说 说华国锋实际上是毛泽东的非婚生子 是毛泽东年轻时候 他已经跟杨开慧结婚了 但是他住在蔡和珅家里 蔡和珅和他都是杨开慧爸爸的学生 毛泽东呢在长沙住在蔡和珅的家里呢 蔡畅是蔡和珅的妹妹 所以呢他们俩呢把这个华国锋给生出来了 生出来以后因为这个蔡畅呢 要去法国留学 然后呢就把他交给了一个山西的商人 这一点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可以说是毛二世 毛泽东呢也考虑过想提拔江青 也考虑过想提拔毛远新 那最后呢还是考虑呢提拔了华国锋 你办事我放心 而他更有基层工作的这个实践经验 那么把它提上去以后呢 这个实际上呢 他干的最重要的事对于中共来讲呢 就是把四人帮给抓起来了 因为四人帮呢当时配合毛泽东呢 在这个中国舞台上啊 做了很多孽 造成了无数的人的死亡 这个搞了十年的文化革命 所以呢 而且呢 华国锋实际在2001年左右 他已经正式宣布内部啊 退出了共产党 他的退党声明里边呢 就说 的口号 退翻了国民党政府 然而呢 中共执政50多年来 坚持一党不裁 压制人权 剥夺人民的自由 贪污腐败 滥用司法 对不起顾博士 我插一句 您刚才提到的华国锋 是毛泽东的非婚生子 以及华国锋退党 这些您是 您的出处在哪里呢 我的出处是 中共历史的资深研究人员 和他们的这个中共的研究这个圈子啊 都是一伙的人 是他们中的人 有着非常可靠的管道 获得的信息 好的 告诉我的 好的 谢谢顾博士 我们接着我们的话题讨论 我们知道 华国锋呢 他是中共建国之后 历史上的一位 这个承接上下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他当政的时间 不过三年 大概两年多的一点 刚才顾博士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围绕关于他的评价呢 我们关系到呢 对他 对在他之前的毛泽东 以及在他之后的邓小平 以及改革开放的 很多评价问题 我来请教吴博士 过去四十多年来 华国锋呢 他在中国一直是负面评价 多于正面 您在另外一个场合 也做过这样的评论 就是说现在中共当局 对华国锋极不寻常的 这个高度的选择性的评价呢 其实是对邓小平 改革开放路线的 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否定 那吴博士 请您跟我们详细 说说您的观点好吗 对了 我们不论华国锋的出身是谁 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 毛挑中他的时候 就是把他当作 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么一个定语 来定义他的 那么他是一个 彻底的 原教旨主义的毛主义者 那么比如说 我们不谈他在湖南 担任区委书记 最后省委书记 这些都是 某种意义上讲的 都一帆分顺的 经历了中共在湖南 所做的这些 湖南在三年饥荒期间 在大月期间 我们知道都造成很大破坏 当然这个话不能复 负主要责任 但是也是负相当部分的责任 在文哲期间他没有倒 他反而继续往上升 他到中央工作是70年 但是真正进入到权力核心了 实际上就开始跟邓 开始表明是站在邓的对立面上 我们知道 华国锋 1975年初是在邓小平被打倒之后 担任了副总理的职务 那么他就是取代邓的一个人物 实际上是被毛是看作是一个接替邓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在76年的事务 天安门运动 那么华也是作为公安部长 实际上是负有直接的一个镇压的一个 一个贵子手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头 那么之后我们再看毛邓的冲突 虽然他是配合 这个在他实务者 这个人比较实务 在军队元老发动政变的一个情况下 他参与而且配合了 但是呢 在他执政期间我们看 他把毛 他把邓时期开始停下来的国际供运 他又重新恢复起来 他在这个国际供运问题上是很暧昧的 同时呢 我们这个暧昧 我们知道实际上是 这个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跟华的个人意志 是有极大的关系 那么在他的主政期间 虽然我们说这个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当然建交还是在邓小平之后 但是华的执政两年期间 其实党内的很多的干部 平反是很困难的 很多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 或者说一些反毛的一些人 其实是在华的主政期间 继续被枪决 就是我们说这种毛色的镇压 一直在继续 特别是在工业化的道路上 他主持的杨月镜 就是在呼应毛当年的这种大月镜 这个杨月镜呢 以失败告终 然后展开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换句话说 他实际上还不是 某种意义上讲 并不是文革 把中国拖入到一个所谓的崩溃的边缘 恰恰是画的任内 把中国的财政拖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 那这个是官方的历史上 所不愿意谈到的东西 那么邓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把已经解放了官僚 把已经等等等等 重新动员起来 等于是在他身上搞了第二次政变 就是一个连续的政变 那么在连续政变意义上 我们再看改革开放 实事求是等等等等 才可能成为讨论 比如说我们人民大学门口的那个大石头 实事求是 解研是真理唯一标准 这种大讨论 当时才可能展开 破除画身上的这种两个凡式的这种 原教主主义的毛主义 然后党内的一点点的改革开放 党内的一点点的宽松 才可能展开 当然邓在他的任内 也是继续加强这种极权主义国家化的建设 只是说通过改革开放来进行 那么在这上讲 从一开始 画的路线和邓的路线就是相背的 那么这才是他过去 他在这个80年之后逐渐的退役 虽然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 但实际上已经淡出这种政治舞台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说 他真正的意义上 他代表的是原教主义 原教旨主义的毛主义者 那么他是感觉开放的一个真正的 某种意义上讲 是一个反对者 是一个牺牲品 或者说现在王滬林说 而他还继续过问 关心改革开放 其实这都是只需乌有 好 关于习近平和邓小平之间 这微妙关系 外界其实早有议论 尤其是进入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 人们越发感觉到 这个习和邓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更不要说赵紫阳和胡耀邦了 我们这位当今中共领导人 他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情感深处 更接近毛泽东 我来请教顾博士 有人说习近平重新定位 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 标志着他与邓小平路线的 进一步的决裂 也迈出了回归毛时代极为重要的一步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中共纪念 这个华国锋100周年名单 是他们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是最高领导人 什么级别总理总书记 可以在五十五十一百 这个名单 可以开这个纪念会 所以正好碰上了 所以这个呢 也和他们要纪念 这个1912年中共党的这个成立 正好一百年呢 是正好就是碰在一起了 所以这是他们整个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那么习近平呢 我觉得他们要利用这个华国锋 实际上他是找错人了 照顾华国锋已经说 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差劲 我已经要退党了 他已经退党了 他们把这个退党的人选出来 来做纪念 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 那么习近平呢 他没有受过太多的系统性的 西方教育的影响 你像邓小平去过这个法国 但是他自己呢 在文革期间和他们高干子弟 把那个图书馆砸了 然后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书 西方的书啊小说啊 包括联邦党人的文集 他说他也看过 所以他多多少少也是了解一点 而且呢 他在成长过程中呢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呢 他对西方的信息呢 也接受了不少 但是呢 他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做法呢 有点把他自己啊 看作是整个这个毛巢的 现在新的一个更加正当的继承人 因为他的先辈呢 也是跟毛泽东打江山的 这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用这个油头呢 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但是我并不认为啊 他试图要否定 全盘的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遗产 确实 说到邓小平背离这个邓 说到习近平啊 背离邓小平路线 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呢 总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像刚才顾博士就不大同意 有人会说呢 这个习近平深化改革 不理口 对邓小平呢 也常常是赞誉有加 因此 他还不至于走到 与邓公开决裂的那样一个地步 但是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红二代出身 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 以及他更接近于毛泽东的这个意识形态呢 我们都能从他的这个 都能都让他更接近毛泽东而远离邓小平 我们从他这个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这个理论中呢 就能看出这一点 回归社会主义本质 这个所谓共同富裕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是流淌在这个习近平的血液当中的 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 您怎么看这个老问题 这是真是一个老问题 就是习近平 他究竟是近平还是近东呢 对 这个问题 恐怕不能那么简单谈 我过去还出了本书 就谈习的这么一个 基本的一个政治取向的问题 当然我给他盖端定论 是新毛主义者 但新毛主义者 并不意味着他是就像刚才顾博士所谈的 并不是全盘否定邓 比如说邓的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邓在这种镇压民主自由的运动方面 一点都不手软 那么我相信现在我们也看得到 那么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政法委在1988年 赵紫阳时期被撤销 90年要重建 现在就成为这个领导一切的这个核心力量 这个都是邓时代的重要的政治遗产 那么在习时代那是更是反扬光大 那么这些路线都是很一致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比较毛和邓的时候 我们要很清楚在习身上到底反映什么 我们看习似乎在抓取对他有利的 在抓取他想搞的是什么 这才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换句话说毛时代 我们看中国或者说毛 他都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 或者换句话说以极权主义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政治 那么更多的是代表一种中国传统的 2000年以来底层政治的一些东西 最近的就是白联教义和团等等等等 毛是利用这种底层运动政治的逻辑 来反对儒家的这种党内的政治官僚 那么习我们在这点身上 习是很明显的 他的共同富裕等等等等 我们都看到更多的都是传统底层政治 这种均贫富的这些口号 这个很米塞亚意义上的口号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救星来看待 那么这是一方面他继承毛 但是在国家或者说明治国家建设方面 他并不是用这种毛式的这种大跃进 大运动的方式 他反而是用很多威型的 法西斯主义的小型的 或者说小型的极权主义运动方式 来推动来进行 在地方层面 在过去九年各个领域 他都在推 但是邓时代最重要遗产 我们知道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我们包含的逻辑是什么 包含的是跟西方民主社会 特别跟美国是一种缓和关系 而这种缓和是实际上是邓时代 最重要的一种政治智慧 但是在习身上是完全被放弃的 我们看到越来越强的反美 中美的摩擦 那么越来越强的 甚至现在是反西方 反民主的各种的宣传 已经盛销其上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党内的中产阶级 或者党内的改革开放受益者 党内的现在还有的 其实可能党内已经没有 改革开放的真正推动者 但至少还有一大批的资本家 或者说中产阶级 他们作为这种改革开放 邓路线的这种受益者结果 他们是对他们来讲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放弃 他们要他们的资本将来要陷入到一种 跟中美对抗或者新冷战的对象当中 这些资本将何以自处 这是这个习的这种强调国有资本 强调他所谓的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社会主义并不清楚的一种社会主义 更多代表着我当他所说的毛氏的 或者说中国两千年式的底层政治的 思维和逻辑的这种东西 那么让现在的大资本 现在的中小资本 那现在中产阶级 其实最为黄祸不安 那在这一上讲 他跟毛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打击动员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上讲 我们很难说习是亲毛亲邓 近毛 近邓 近平 其实他是把两者方面的东西都合为一体了 的确啊 说到这个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的确呢 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一个问题 因为习近平他的确是口不理改革 言必称开放 但是有些人注意到 他的这个改革开放跟邓时代的改革开放 可能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注意到呢 说邓江湖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 多多少少还是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与世界接轨 而习近平时代谁还敢这样说呢 他要求的是四个自信 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所以我来请教顾博士啊 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跟邓时代的概念 还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习近平他仍然推崇 所谓解放思想啊 深化改革开放等等 他为什么要搬出 因为两个凡事而臭名昭著的 这个华国锋的牌位呢 他现在提出这个 用这个华国锋作为一个由头呢 我觉得呢 一个是他想强调那个党内啊 要这个消灭派系 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 因为现在党内有很多派系 实际上团派啊江派啊 而且对他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 甚至有人说 他们搞过他们搞过几次政变 包括甚至这次疫情啊 病毒传播 都是都是有可能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一个由头 另外呢 这个华国锋呢 把四人帮给抓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也可能他想利用这个机会 发出一个讯号 就是我们在党内呢 高层再次采用华国锋式的清洗的方法 这是一个正当的方法 也是对有关人士发出的一个警告 但是对于他的两个凡事什么 他们没有谈 没有说这方面也是好的 当时这个党内对华国锋的三个方面的批评 是搞个个人崇拜啊 这个等等 这个经济上积极求成啊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啊 拖延老干部平反啊 两个凡事 这个王沪宁并明说这些积极的 我们也是要向华国锋学习的 那么所以 而且呢 你就他自己来看 我觉得他现在是在 想搞那个学西方的治理的现代化 具体的政府的规制啊 一些具体的操作方式 但是呢 他现在呢 是不想学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 他是实际上的骨子里啊 想这个延续这个毛泽东建立的朝代 想做一个仁慈的皇帝 如果这个没有足够的反对的话 但是他未来到底怎么走 我觉得也看很多因素 一个呢 看他和这个西方的关系 西方会不会接受他 另外看党 看这个中国国内的中产阶级的 资本力量实力的发展 和老百姓的教育水平的提高 会不会对他也造成压力 党内呢 会不会也分裂出来 这个更加强有力的 这个有实力的那个反对派 要求民主的这个反对派 这些因素呢也会影响未来 这个习近平他未来的走向 所以他既有可能成为一个 相对仁慈的皇帝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还有未来会不会成为 中国民主之父啊 他的骨子里 他的背地里 有没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念之间 他可以做的两种不同的选择 也看各种各样的压力 对他的压力有多少 这可能现在是存在的 好的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打出啊 华国锋牌的这个时机也很敏感 政治呢 我们都都知道 政治习近平现在布局 二十大全力保卫战 在王沪宁的这个送词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王沪宁说党性坚定 对党忠诚 是华国锋最崇高的品格 正如王沪宁所说啊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 条件如何变化 对党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 广大党员 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等等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领悟力 执行力 还有什么 三力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关键 关键是在这里 我来请教吴博士啊 现在我们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 学习华国锋的这个现实意义 现在看起来忽之欲出 有人说呢 就是要把他的这个两个凡事的这个 于中品格 转移到效忠习近平身上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的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看王滬林对华国锋的评价 或者说华国锋在民间在党内的风评 其实基本就四个字 忠诚老实 那么忠诚老实 这个是华被挑中接班的人 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老实呢 也恰恰是 或者忠诚老实也是他 被邓小平给发动二次政变 推翻的一个 一个原因 他成也忠诚老实 败也忠诚老实 那么但是 习是很看重这种 道德 看重这种官员 这种干部的道德 我们知道 这个月习在全国开展 党史教育的同时 你在搞这个 所谓的传统优秀文化的 一个运动 学习 要五年的规划 跟十四五规划同时 那么这还是一种 儒家式的一种 一种治理方式 他什么社会治理 现在话 其实核心还是儒家式的 他一方面 底层思维的一种 一种动员方式 另外 同时要利用官僚 这种儒家官僚的一种 儒家主义的这么一种 一种治理方式 那么 华国芬 就是被作为这种 儒家式的一种 政治官员的品德 来作为榜样 那么这跟当年 学习张思德 学习任何雷锋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华国芬 其实是他对现在的 县委书记 中高层干部 一个最理想的 一种忠诚老师的 一种品质上的要求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 时事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感谢 吴强博士 顾维群博士 参加我们的节目 两位博士 发表的都是 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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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